蓝营的政治家族要角式爆发了家暴丑关 根据周刊的爆料 有一名蓝营大咖在自家豪宅 对出生企业望族妻子家暴 还对未成年儿子恶言相向 传出太太不堪精神以及言语暴力 一度是想要离婚 但最后为了固权双方的政治 以及事业的名声持续隐忍 妇女救援基金会就表示 涉金地位越高的妇女遇到家暴 会考量许多因素 因此比较不敢随意的求助 国民党严正的立场 绝对绝对不容许任何对儿童的伤害 前一周才几乎对于儿童要多加保护 国民党现在却传出 有党内高层对妻子和儿子家暴 周刊爆料 一位出生蓝营政治世家的大咖S先生 经常在自家豪宅 对出生企业望族的妻子P小姐 和未成年儿子二言上上 S先生有一回在气头上 还一度上拿手机砸上儿子 从得知是哪一位 家暴零容忍也是国民党长期重要的政策 还是还给这些家庭跟未成年子女 一些隐私关注他们的安全 全党上下谴责暴力 但知情人士透露 S先生常常因为小事就暴怒 加上儿子在学校因为爸爸的身份 常常被嘲笑 让小朋友精神紧绷 回到家却还要常常被爸爸骂 又是另一个压力 而P小姐传出不堪言语暴力 对朋友声泪俱下诉苦 表示快待不下去 要不是碍于两人名门身份 以及保护孩子 早就上离婚 高射精地位的妇女 她如果遭受到家暴 可能政治地位比较高 或是产业或一些财团的部分 她会很担心那个形象 而不敢就是随意出来求助 就算S先生经常被通报家暴行为 留下许多记录 但评估家人意愿因素后 最近没有开案调查 只能列入追踪 只要接获通报 一定第一时间即刻的介入 家暴案件当中处于成人的部分 非高尾案件专业评估后 认为不堪 我们还是会提供相关的协助资源 政治市家婚姻备受关注 多年后却传出家庭暴力事件 和原先的爱妻形象差很大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